在园长、老师、爱心家长、协力厂商及民意代表的勤心努力下 3月27号、28号两个整天 新生幼儿园的院子、礼堂、多功能教室等等的许多角落 都充满着新鲜、惊奇、有趣、有意思的设置 提供幼儿们提前欢度儿童节 107学年度童年回忆儿童节活动 那我们今年的活动蛮特别的 我们分成了四个主题 那有一些是延续我们之前的一些活动 那今年老师们他们也发挥了一些创意 就是有在思考一些跟研发一些新的观看 那我们四大主题呢 有第一个主题就是我们所谓的闯光活动 那我们闯光活动的内容很丰富 我们有古早味童弯的一些体验啊 那像踩高翘啊或是让孩子踢踢箭子啊 打打弹珠啊这些可能爸爸妈妈时代的那些回忆 我们也把它融入在儿童节的活动里面 然后再来还有我们有运用一些学校的体能的教具 然后让孩子做一些体能活动大肌肉的挑战 那孩子也透过体能活动的这一些伸展跟一些运动 让希望可以培养他们健康的身体 那再来我们第三个活动呢 就是我们有结合了一些协力的厂商业者 譬如说让孩子做牛排饗宴啊 让孩子们跟同学那一起在学校用牛排餐 可能是有不同的回忆跟经验这样 那我们也非常感谢一些帮助我们协助学校活动啊 或是经费的投注的一些议员 像周达山议员 吴秀华议员 陈明峰议员 他们我们也邀请他们一起来跟孩子同乐 那一起吃吃牛排餐 来看看孩子陪陪孩子 那他们也都对学校活动很支持 这边非常感谢他们 还有我们的当然活动也是有家长 我们的爱心家长啊家长委员 他们也都今天特地请假来陪孩子一起吃牛排餐 那我们也非常谢谢爱心家长 在学校各项活动的一些协助啊 譬如我们去远足啊户外教学啊 他们都会协助帮忙照顾我们的孩子 那我们也趁这个活动呢 邀请他们来跟孩子一起同乐 第四个体验就是负重运求 这个一直是我们儿童节里面 要让孩子去做一个比较生活上的深刻的体验啊 因为我们都知道幼儿园的孩子 他其实是透过他的五官感受 去体验生活中的一切 那可能他们看到妈妈或者是邻居的阿姨 他们大肚子的样子到底是什么 所以我们会在儿童节这个活动里面 特别安排孩子一整天 从早上入园到吃点心啊 上厕所啊户外活动啊 他都要肚子里面放一颗气球 那照顾他 假装他是自己的宝宝 那就是像妈妈怀胎十月 去感受那个辛苦的模样 那也希望可以借此多多培养孩子的一些感恩的态度 跟一些想法 那孩子他们这一整天 就是透过这样各式各样的活动 那我们希望让我们的孩子 在儿童节这两天欢乐的活动里面 有更多元的体验跟感受 那也希望他们都有一个愉快的儿童节 我们的协力厂商除了有牛排业者入园 亲自帮孩子喷煮 现场喷煮牛排餐之外 那我们还有邀请 有关古早未童玩的游戏机台呀 那孩子就是体验像去逛夜市的 玩打弹珠玩投篮机玩游戏机台的这些体验 那我们今年有一个蛮特别的体验活动 可能就是跟着让孩子也随着潮流一些 时下流行的一些玩具呀 一些游玩的器具像扭蛋机 那我们今年也第一次跟扭蛋机业者合作 那孩子就是可以真的很开心的去过他的儿童节 再来我们还有让孩子体验车轮饼 那就是透过跟业者的合作 让孩子实际去体验 那做完体验后的车轮饼 那就是孩子可以当场食用 平常自己做出来的美味车轮饼 因为应该打扮 Coronavirus 我想想 encountered这个经验 或者你是 projections 人来业社区吧 你在应该讲 老百 Sang人有艆地遇 什么 conformww 也就是那我们这个消息 呃 在宽 逆 厚 自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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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所以這次園裡面辦這個活動讓我們感受很深 希望大家能夠來推廣這個說親子 親子一起來活動會對我們的幼兒教育會更好一些 那現場也看到有一些家長 也一起來跟小朋友共用這個午餐 我覺得這是很棒的一件事情 希望說他每年能夠再 持續地辦下去這種活動 我們也願意很支持這個活動的一直長期的辦下去 我們是有一個人的帳目 我們就不支持這個活動 我們是有一個人的帳目 我們今天來看我們 我們在這裡的辦公室 沒有一個人的帳目 我們今天來看我們 我們今天就能靠近這些人 我們看我們別人的帳目 我們靠近這次的病目 在我們有些人的帳目 我們做人的帳目 我們來看我們 你做人的帳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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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盛